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梅干菜肉的酥火伤 先处理一下梅干菜 把它洗干净泡水大概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来和面 这是200克中筋面粉 135克的水 一克酵母 和一勺油 直接把这个凉水倒到咱们这个面里头 酵母也放进去 咱们家这个酵母不是为了发面 只是让做出的这个饼更加渲软一点 调成虚状以后加上一勺油 这样这个面不会太粘手 这个面的水分很多 所以会比较粘手 如果太粘的话 你可以手上涂点油就没问题了 不需要揉很久 它只要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盖上盖让它休息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做油酥 把25克的热油 浇在25克的面粉上 把它搅和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来和馅儿 这是160克的猪肉 我们先擦点姜末进去 大概半个茶匙 一勺酱油 一勺蚝油 两大勺葱花 还有切好的梅干菜 最后再来点五香粉 不用太多 再来点盐调调味 把它搅和均匀 馅儿和匀以后 我们给它分成八个等份 案板上撒点干面防粘 醒好的面不用再揉了 我们用这种窝的方法 给它窝成一个球状 稍微整理一下就开始擀 我们想办法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如果擀的过程中 它比较粘 再多撒点粉 然后以后我们就给它涂油酥 尽量涂得均匀一点 涂匀以后 我们就开始用这种窝的方法 从左往右 然后再从右往左 然后就给它滚成一个长条 稍微整理一下 轻轻地压一压 给它排排气 分成八等份 从这切面看 咱们这油酥涂得很均匀 然后把这个开口这两边 给它捏起来 这样就不会露酥了 记着这个光面一定要朝下 稍微整理一下 咱们一个剂子就做好了 开始擀皮 中间厚边上薄 来一个馅 就跟包包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稍微给它整理一下 给它按一按 然后用擀面杖轻轻地擀 把皮给它擀薄 但是别把馅给擀漏了 都做好以后 我们来调个蜜水 一勺水 再加一勺蜜 给它和匀 涂在咱们这个做好的饼上 一来上色 二来可以更好地蘸芝麻 都涂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撒芝麻 然后拿着小擀面杖给它擀一擀 这样粘得更牢 烤箱预热420度 咱们给它烤20分钟 20分钟以后就出炉了 咱们现在来试一试 撕开以后 非常的香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 酥皮的这个层次 非常的清晰 吃一口 可以用满嘴香来形容 做起来步骤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